F1赛车上有一个很容易让人忽视掉的特征 就是这些装在驾驶舱前面的锯齿装挡风玻璃了 姑且称他们为挡风玻璃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F1赛车都是有的 但至少我在几乎所有的梅赛德斯AMG车队的赛车上都看到了他们 所以他们究竟是干什么呢 他们真的能挡风吗 答案是还真的可以 其实他们的工作原理 跟我们经常都能够在飞机发动机和机翼上看到的 涡流发生器是一样的 为的就是制造出涡流了 在机翼表面 涡流可以让气流更加服贴的流过机翼 增加飞机的操控性 而在这里众多锯齿产生的更小 更整齐的涡流 这有助于相互打架相互抵消 这样他们就不容易把塞车手的头盔捶来四处乱撞了 如果这里没有挡风 或者是一个带有平直边缘的挡风的话 不仅会产生出更大的涡流 而且还会在其横向的滚转轴的作用下 将空气向下拉入驾驶舱 如此它就不能很好的在尾一部分提供下压力了 而当用锯齿来切碎这些涡流时 情况则恰恰相反 纵向的滚动轴 让两侧会拢的涡流正好碰到一起 抵消了 即使是那些没有抵消的 至少也能够在移动到尾一后提供出下压力 所以你看 如此不起眼的一个设计 竟然能够扭转乾坤 是不是很厉害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